当然同时来关心前新竹市长林志坚的硕士协位 一个月之内接连被双杀 台大也杀 中华大学也杀 前立委呢 郭振亮直言 这是被雷打到 而且打到不止一次 打两次 轰两次 曾孕鹏对林志坚的态度 也从原本的完全无条件的坚信 变成尊重他的决定 软切割意味也很浓 知名的主持人余美媛就分析 民党你现在是为了一根绳子 丢掉了一枕头的大黄牛 也就是全党要保一个人来选市长 结果却丢掉了更重要的东西 这是林志坚第二个不得不面对的真相 连中华大学也认定硕论抄袭 撤销学位 这让挺肩到底的郑运鹏脸都绿了 从以上的证据我们要强调 是林志坚的硕士论文 它是原创 没有抄袭 林志坚他是在最大的压力之下 他选择厚道的方式自己承受 不要影响到选举 这个我们完全尊重他 从相信变成尊重 似乎是跟小智软切割 过去称林志坚是盟友的陈时中 现在还能百分之百相信他吗 没有正面回应 似乎怕在虾挺下去 恐怕赔上自己的选情 这名主持人余美人就指出 民进党在论文门就像是为了一条绳子 却丢掉一头大黄牛 只是要保一个人选市长 但后面丢掉了什么东西 他也提醒末期国中无人 那你为了要保一个林志坚 你这些创党的初心 理念 操守 价值 都不要了 所以你这个师大 连续两个学校都说你是抄袭 这等于是被雷打到两次 所以我认为这个一路会烧 就烧到你没有真诚面对为止 那因为这个问题始终在 那就会使得郑运鹏想要另辟战场 会烧不起来 如今国民党要求挺抄袭到底的 总统蔡英文 还有郑运鹏 都该公开道歉 国民党本来就是要用 这种政治压力 来让民进党的所有选情 受到影响 那我们不应该跟着国民党起舞 这个没有所谓道不道歉的问题 时至今日 林志坚说好的另辟战场 捍卫清白 却还没向教育部提出夙愿 小智没有诚心认错 郑运鹏还跟认知作对 桃源选战 民进党为了绳子 丢失黄牛 怎么救 小英恐怕也伤透脑筋 借过向林陈佑 台北桃源综合报道 好来看是接替参选的立委郑运鹏 现在也被质疑 你就是根本挺抄袭挺到底吗 秦立委孙大清就认为 桃源的蓝绿基本盘 其实各只剩下20% 就是蓝绿的基本盘 郑运鹏在不肯为挺抄袭道歉 又有郑保清即将要出来 瓜分基本盘这样情况之下 他说这几乎可以看到 民进党在桃源马上就要面临一个分裂局面 民进党今天要选择站在另外一边 站在错误的那一边 站在学术伦理跟学术价值的对立面 那么民进党必然会蒙受到很大的冲击跟损失 因为毕竟台湾现在的选举 其实蓝绿的基本盘都在大幅的萎缩 所以所有的可能是50岁以上的这些选民 可能他有既定的蓝绿色彩 可是50岁以下 甚至现在将来到18岁以上的 这么大一段年龄层的选民 其实他们是没有什么特定蓝绿色彩的 他们就是就他们自己的判断 做出他们的选择 所以他们才是决定 哪一个政党在大选可以胜选 最主要的关键 而如果今天民进党要选择 跟台湾的学术伦理和学术价值对干 就等于是选择跟这些人为敌了 大家不要轻忽郑保卿的原因 是因为郑保卿在桃园地方 经营了非常非常久 我记得我在第一次 第二次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那时候是大选区 他就是我的同事 所以他在桃园有一定性的 地方基层的力量 光是他的中卿会的力量 光是他过去担任过桃园市的 这个选区的立法委员的基层的实力 包含他在这一次初选当中 他已经是很努力很认真的 经营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他当然会瓜分掉 一部分的力量 那这些选票原本可能可以给郑运棚 如果民进党愿意道歉认错 民进党愿意立刻止血 画下听伸点 这些选票可以给郑运棚 但是问题是 当民进党不愿意做这件事 当整个党都被林志坚绑架了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们几乎可以预言可以看到的 桃园将会进入一个 四强相争的局面 而在四强相争的局面里头 原来的蓝白分裂 所形成的可能的劣势 马上就会被民进党自己分裂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给弥补回来的 而郑运棚在不愿意认错的情况之下 又要跟林志坚绑在一起的情况之下 他要在桃园胜选真的就难度很高 好来看的是陈锋馨也直言 眼看着林志坚硕士论文遭到了双杀 他认为绿营低估 对桃园险情的杀伤力 我觉得他在这个政治效应 我觉得新竹当然就是首当其冲 但我认为桃园的影响是 超乎大家想象的大 我觉得他们完全低估了这件事情 在桃园的影响力跟杀伤力 搬不回来吗 很难 为什么 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 在桃园所出现的候选人 假设郑保卿不参选的话 剩下的三个人 其实他们跟桃园的渊源都不够深 不管是张善政也好 或者是郑运棚也好 或者是民众大 其实他们在当地 因为桃园这个区块很有趣 它看起来面积很小 但事实上每一个生活区块 彼此之间的联动性不是那么大 所以如果我集中在 北桃园活动的人 不见得会到南桃园活动 桃园 巴德 龟山 北桃园 然后中立 杨梅 龙潭 这边就是南桃园 北桃园跟南桃园 像是两个世界一样 那因为郑运棚 他比较集中在北桃园 而且比较小的一个区块 所以他其实并不是一个 全桃园积极活动人士 他跟郑文灿不一样 因为郑文灿是桃园当地人 当现议员很久的时间 他至少每一个地方 他都有地方人士是熟悉的 但郑运棚当初从台北到桃园来选 他的地方上面的熟悉度 就没有像当初的郑文灿一样 他本来其实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一股气 然后让地方人士觉得说 你有当选的机会 这个时候我愿意来帮你抬轿 其实他们三个都是如此 都需要这样的一股力量 不管是张善政 赖湘宁 或者是郑运棚 可是当现在 尤其是对南桃园影响 南桃园客家人的比例非常的高 他们对于学士 学位 这个部分他们其实是特别重视的 当你发现到说 你们原本推出来的林志坚 双学位双杀的时候 地方人士 我觉得不只是一般民众的问题 我觉得地方人士就评估风向 觉得你郑运棚积累不大了 他这时候就必须要很快的寻找 他要抬轿的对象 这会让之前其实在整顿内部 其实变得比较辛苦的张善政 现在反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地方人士他要去判断 谁的机会大 这时候张善政的机会大 他在整合地方人士的时候 他就会如虎天印 所以这种政治上面 很微妙的一个风向改变 他带动的绝对不是说 我从民调上面看 5%的人动摇只影响5% 政治上不是这样看的 政治上看是说 当这一个悄悄板开始往这边移的时候 你知道当你的悄悄板一移动的时候 这边所有的物品就全部往下泄了 好 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快点购 扫一下